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可怕的是这种人 作者秦桑 因家暴前女友一度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蒋敬夫 最近又传出了新恋情 这件事远远没什么好指摘的 可有趣的是 这个消息的曝光方式却很别致 是由蒋敬夫的一个朋友po出了成人恋情的聊天截图 这不是蒋敬夫朋友第一次发聊天截图了 网友不禁吐槽 蒋敬夫的朋友可能是世界上 最爱发聊天截图的一群人了 随随便便发聊天截图的朋友真可怕 直接拉黑吧 这是值得警醒的 当处于朋友 亲人 同事等等关系里 可以随便把聊天记录曝光吗 邦达列夫说 人类一切痛苦的根源都源于缺乏边界感 在社交网络上 秦桑也经常看到很多人动则喜欢截对话发朋友圈 很多情况下未经对方的同意 这种举动不但不是亲密关系的印证 反而常常触分到别人 一个真正及格的成年人 都应该知道再好的关系也要讲分寸 只有明确的界限 一顿关系才能长久地发展下去 在亲密关系中 没有分寸感是致命的 上一段恋爱的时候 刚跟男友在一起一个多月 他就介绍给了闺蜜认识 两人还交换了微信 朋友也不太在意 但慢慢的 他发现男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也在跟闺蜜聊天 他的敏感地雷被引爆了 你为什么跟他这么好聊 你不觉得你跟异性的关系 有点太过亲密了吗 即使他是我朋友 可男友听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很困惑 根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当然 最后他们因为各种原因分手了 跟闺蜜也没有以前那么要好 在职场缺乏分寸感也很要命 以前部门有个实习生 刚进新公司的时候 因为工作能力不错 得到了领导的赏识 慢慢的就气焰有点顺 开始跟领导开启各种玩笑来 这要是放在一般情况下也就算了 但有一次跟领导去见客户 一不小心喝多了 竟然当着领导和客户面 发起酒风来 实在是既是分寸又失态 最后当然放完就丢了 在日常交往中 没分寸感也会引人反感 前段时间 向往的生活播出 演员荷兰豆口不责连地 让彭玉畅和张志峰演吻戏 彭玉说不行 她是我妹妹 荷兰豆一脸鄙视 这有啥 演员啥不能演 黄磊当即接话 那你跟彭彭演 听到这话她表情立马就变了 一脸不情愿和嫌弃 不行 开始演的时候 她一副身无可怜的表情毫不掩饰 弄得朋友一场场处境尴尬 网友看不下去了 直接把她骂上了勒搜 可以说是凉凉了 马东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和我们之间有着强烈的分寸 乱乱的分寸 失去秩序都会造成混乱 没有分寸感的人 在多数社交场合都是遭人嫌弃 因为她往往不懂 关系在亲密 感情在好 中间都应该有一条 不可随意快过的线 在所有的日常事物中 几乎所有尴尬都处于分寸感不强 比如最近海青 在FIRST青年电影节 颁奖典礼上发表的女性孙言 坦言 中年女演员面临的困境 本来是好事 却引起了热议 因为她在事先并没有 征求同台女演员的意见 临时就把她们拉了上来 在发言中还数次想到 其他女演员的隐私 譬如 宋家至今不结婚 还让大家叫她小话 梁静一边投资 一边问老空有没有好角色 宋家不爽了 最后只在台上说了一句 仅代表海青观点就下台了 场面一度陷入了尴尬 但对于表达上的分寸 王伯就不一样了 在一次于鲁玉的采访中 鲁玉对黄博说 你现在可以啊 很火是吧 黄博俏皮的答道 那肯定是火啊 你像都能坐在这儿 跟鲁玉聊天 那还不火吗 还有一次记者问她 是否能取代葛优 黄博的回答是 这个时代不会阻止你自己闪耀 但你也覆盖不了任何人的光辉 因为人家曾开天辟地 在中国电影这样的时候 人家是创世代的电影人 我们只是既往前行的一些晚辈 不敢造次 在这些所有的来往中 黄博的言语 彻辞都体现着对对方的尊重 又间接承证了自己的能力 在任何场景下 都对分寸感的使用 游刃有余 生活中 其实分寸感的把控很难 一不小心就翻车 比如 有些话 明明就不适合对别人说 你偏偏要说 明明 明明彼此 只是点头之交 你却希望对方帮你写篇文章 画个设计图 找份工作 明明关系一般 一开口 就来问你借好几万 明明一个问题 百度一下就可以知道 非让别人手把手交 在当前的环境下 很少人把隐私概念 伸入脑海 他们总是轻松的认为 大家关系这么好 应该没有秘密吧 刨根问你的 也没所谓吧 不就是很简单吗 他应该不会拒绝吧 但往往 这就是很多人关系 在没有下文的原因 保有分寸 是对人的尊重 也是避免尴尬的关键 一旦忽视这关键的一点 就是给人添麻烦 给人添麻烦 是无知和教人的体现 这可能一切的根源 统统在于 没有把别人放在心上 孔子说 切实而从心所欲 不宜句 这里的句 只规矩 也就是所谓的 形式分寸 与人相处 过轻则疏 过热变冷 是一门长久的哲学 小S和阿雅之间的友谊 就是最好的证明 两人17岁 在华岗一小 结成好友 小S的性格 打打闹闹 很爱开阿雅玩笑 但成长后的阿雅 慢慢对这些网叫 缠身不适 阿雅在一次和小S 一起上节目中 分享了几年前 到玫瑰游学 当时生活很难熬 好不容易接到 小S的电话 她被小S的关怀 锁中心 可是毒蛇的小S 又立刻补了一刀 我想跟你说 你的英文没我好 小S也回应当年 阿雅就是每个班中 会有的那种 会搞笑的同学 她会故意 开对方玩笑 支持对方妈妈买东西 开始工作后 她依旧 像在学校一样 开玩笑 却发现 阿雅的表情不太对 看起来特别尴尬 某次 她开玩笑后 发现 阿雅没有任何回应 收工后 阿雅对她说 Siri 请你以后 不要在就人面前 这样开玩笑 我很不舒服 而且我不喜欢这样 小S慌张起来 跟阿雅道了歉 对此 小S在节目中 向阿雅道歉 小时候的玩笑 可以开 但是每个人 都会改变 都会成长 当她想改变 想成长的时候 你还是用 同样的方法 对待她 那就是你不够 尊重别人 不够爱她 说着 人不知哽咽起来 对此 阿雅则说 其实当年才刚出道 心态也还不成熟 还好重新在见面时 两个人都有所成长改变 彼此知道对方玩笑的底线在哪 以及玩笑背后的用意 让彼此间的感情更加深厚 如今的小S和阿雅 在其余人生里 一起到非洲 照看大象 最有意义的是 在我们是真正的朋友中 嬉笑打骂 又在谈及梦想和遗憾时 互相拥抱落泪 蔡康友曾对人际关系的本质 有过一个定夺 人际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 摸索彼此能继续往来的分寸 都不摸索就一味的宣誓自己是直肠子 受得了这个 受不了那个 那叫自我介绍 不叫人际关系 在小S和阿雅长达20多年的友谊力 两个人沿在摸索彼此的分寸 不顾自己见的同事 也相互体恤关怀 人与人之间的分寸 就是用来拿捏的 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拿捏的分毫不差 只能慢慢去试 在彼此试探摸索的过程中 我们更懂得人际关系的奥秘 那些恰到好处的分寸 也都是让别人和你相处 感到舒服愉悦的所在 愿我们在大部分时候 都能作为一个知分寸的成年人 知道在谁面前可以任性 在谁面前保持距离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界限分明 潇洒自由 这个彩蛋我已经录了第四次了 不知道会不会录到第五次了 因为外面真的好吵痛苦 关于聊天记录图的部分呢 小花真的经历过 然后事件跟我无关 但是因为我跟双方都认识 希望我从中调解 我愿不愿意帮你调解 取决于我愿不愿意 所以不要大得把我家任何人 去中帮你去调解 愿意就帮你 不愿意就算了 人家没有义务做这件事情 那还有关于聊天的边界感 最近有很多文章提到边界感 就是你发布的一些文字 我必须要回复吗 没有 你发给我的信息 我必须要回复吗 当然我们前面文章 有提到关于真正的部分 如果你有收到信息 你还是要做适当的回复 可是有一些信息 真的是毫无意义的 需要去回答它 因为别人可能讲这个事 可能别人讲这个事 你根本就不感兴趣 你既然不感兴趣 你干嘛要强迫自己去回答呢 所以小花现在更多更多 既然对方不知道 如何掌握边界感 那我就替你来画一个边界感 就比如说有人提到说 你现在赚的收入还可以 还不错 可是我没有钱 那个时候我的反应是 你没有钱跟我有关系吗 我的努力很辛苦 你知道吗 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工 我真的很勤奋跟努力 上进去工作 和去尊重跟面对所有的人 可是你只是用嘴说一说 我收入没有你好 那关我什么事 讲真的 大家收入好跟不好的界限 是不一样的 可能我收入一万块觉得还可以 可能你收入一万块 你觉得好差 这个界限就非常的不明显 所以其实我也很烦感 听到人家跟我说 你收入好好哦 我收入都不怎么样 我努力了呀 然后你也可以去努力 可能你也会收入变好 这不是一个值得能谈论的话题 我真的不认为 谈论对方的收入 还要谈论你的家庭收入 或谈论你的一些 就是很偏向隐私部分的东西 是一个值得拿出来 谈论跟评价的事情 所以通常大家留提及 小花你这个游戏 你抽这个角色花了多少钱 我都会说 不太方便 谈论然后说出来都是累 所以不用纠结了 然后我抽这一次 就不会瑕疵了 所以希望你能掌握好 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 不要一味的出问别人说 这个事情怎么做 明明你就可以去Google和百度 为什么要张口去问呢 希望今天的分享 给你有帮助 那么明天中午再见了